大家好 今天是5月8日 星期一 今天港股就是高開的恆生指數開始升78點 有波保險升1.7% 是領導港股上升 匯豐股東大會否決了小股東的分策方案升1.1% 中開又升3% 開始之後恆生指數升幅擴大 恆生指數升到100幾點 最主要都是中資金融股上升 健康升1.5% 公康升2.5% 中康升2.7% 招康升3% 油價上升 中海又升4.5% 中石油升4% 中國移動升1.8% 但是騰訊跌0.8% 和美串就跌1.5% 拖累港股 還有商湯就不會被納入 這個MSC在中國指數股價大跌7% 上午收市恆生指數是跌149點的國際指數 國際指數升6.2% 科技指數升9.5% 成交577億元 下午升幅擴大到200幾點 有幫保險升2.9% 平保升2% 基礎銀行升3.7% 工商銀行升4.5% 還有中國銀行升4% 中海油升6.4% 中國移動升1.4% 招康銀行升3% 小鵬汽車升4% 理想汽車升4.5% 但是美串就跌1% 騰訊跌0.6% 恆生指數收市是升247點 國際指數升99點 科技指數升9點 成交1080億元 金融股領導廣股上升